连接月底又是冲突安慰的时间 我本来看到对面第一个是雨之波止水 我觉得这波稳了呀 但没想到带了个鬼增龙秘卷 如果我只用两个技能以及秘卷 不放这个通灵熊猫的话 确实不好打 因为你看他放了一个秘卷以后 在这小脚里我就没办法过去 那最后这个疾风终于走路就直接白给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忍者 霸体的百豪鹰 虽然这个百豪鹰也是个体术忍者 但至少有个霸体秘卷 可以直接硬钢 一个技能过去拿到先手 手里留个一技能 如果再提升我们可以 些樱花月外轴跳出去 这个操作的话 是一个比较常规的反手打法 但如果对面熟悉你这个操作的话 可能会提升 然后先看一下你落点的位置 再过去拿先手 这个地方没有躲掉 我们快速提升一个技能拿先手 把这个雨之波止水带走 来看第二阵子青年水门 百豪鹰的暴方输出还是比较高的 你尽量可以用通灵 或者是其他方式拿到一波节奏 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把对方带走了 开始就看对面放不放技能 如果不放技能原地普攻的话 每樱花月直接跳过去拿到先手 同样的操作 他如果提升我们先跳出去 然后引出他的强化普攻 然后再往下面走 看准位置直接开大 因为他手里是个解除伞秘卷 在这里一直普攻 想赢我的秘卷或者通灵 他知道我两个技能全交了 但是我就不交 放了个A以后打一波伤害 下一回合我们再丢一个螃蟹 就可以把他带走了 虽然这个百豪鹰的技能机制 看起来并不复杂 而且上手难度也没那么高 但实际上还是需要一些熟练度的 反向顶一个螃蟹 他这个技能后摇阶段 还是会被我抓到 快速把他带走 来看最后剩一个反弹的白明具 目前端游赛里面 霸体位优先级比较高的 就是百豪鹰或者是 博人转大同目金士了 但那个博人转大同目金士了 但那个博人转大同目金士 闪了闪去太烦了 我就直接把他放进班位了 原来那个班位是给漂不平衡的 但那个漂不平衡削弱以后 我就把那个班位控出来 给了博人转大同目金士 引出那个技能 观察一下能乱调 他如果放虚化的话 每一个樱花月过去 拿着牵手 他手里没有技能 估计在等技能 所以说我们快速拉一步伤害 这个手拿着牵手 手里霸体明具还没有放 其实对面已经很难翻盘了